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同策息按揭计划 即是H案相关的一个月银行同业策息年升六个交易日 最新升穿0.38厘 见超过19个月的高位 假设以按揭贷款500万 还款期为30年计算 最新H案息率为一个月刷息加1.3厘 实际息率升至1.68厘 比起去年同期增加29点指 每月供款由不够1万7千元升到近1万7千7百元 幅度超过4% 有按揭顾问指出市场普遍预期 美国联储局今个礼拜会至少加息半厘 资金有机会加快流出港元资产 未来刷息将会反复向上 下半年H案实际按揭或者会触及2.5厘的封顶水平 美国联储局那边都加颜色 港元的汇率都在撞着7.85厘的日方暴证 到时资金又会开始流走 所以变成来说压力就会向上 而且你会看得到 其实在两个月、三个月、六个月、十二个月的刷息 其实已经上去了 其实在一年里已经去到两厘几年 所以我们看一个月的刷息 连续加颜色之后都会向上调色 我们看年底是有机会去到1.2厘 近乘下左右的刷息 跟前年2018年那时候高位近似的 虽然H案实率正处于上升轨道 但和P案实际按揭2.5厘 和10年期定息按揭2.7厘比较 每月供款仍然少超过2000元 曹德明认为 目前本港仍然属于超低息环境 刷息上升对公楼人士的负担 未见有即时太大影响 但认为有意置业人士要做好风险管理 他又提醒选择每月定额供款的业主 当案揭利息上升之后 供款年期将会稍为延长 一手运战持续 但今个周末就将会有多个新盘同时销售 当中包括家推和货美单位 多个新盘在美国移息前落实推售时间表 自今个周五起至少有七个新盘排队应市 涉及超过360伙 其中二雄地旗下红磡必加方熙会 推出的单位数目最多 今个周六首度推出182伙 摘持平均尺价近24000元 入场加466万 项目在今个周五接收登记 至今累计收到超过1100票 超额仍够大约五倍 对于美国短期内可能再次加息 发展商认为本港年内息口 有条件无需百分百跟随 Defo是需要加息去减慢通胀 香港我觉得银行的鱼体系 那个鱼额仍然有3000亿亿 我觉得它加息的誘因不算大 乐观看来香港的加息 和追美国的五成六成 美国可能未来加多两厘 或者两厘松一点 但我们可能加一厘 这个幅度我觉得完全是可以承受的 新地旗下大埔白石角 而斯里根据也选择在星期六进行第三轮销售 项目最新加推118伙 当中110伙以价单形式推出 属于开放式至三房户型 其余八伙属于特色户 会以招标形式推出 另外有多个货美盘计划趁机清货 其中恒地大角咀利奥方一月就加推五伙 涉及开放式和一房户型 入场价483万 而位于侧如冲 同样由雄地发展的The Hoban 也加推五个单位 属于开放式至两房 入场价641万 新地荷文田燕楼盘Prince Central 限量加推四伙 属于一房至三房价格 入场门栏超过1040万 加入今次新盘战团的 还有中小型发展商喜晋 旗下深水埗喜阳 落实在今个星期六开售 已经开架的32伙 今批推出的单位 提供开放式至两房户型 面积由183至391尺 折实入场价392万 平均尺价大约20500元 至于雄大旗下燕楼盘 屯门雄大军龙湾都有新动作 发展商首度推出项目的 洋房单位总共20伙 并且会在今个星期六招标推出 疫症确诊人数有上升的迹象 经济就还未完全复苏 市场虽然存在不明朗因素 不过有物业顾问 就仍然看好全年的楼市 有最多3%的升幅 大德良行发表第二季楼市报告 说随着第五波疫情缓和 住宅成交量显著上升 虽然不理因素仍然笼罩市场 包括外围加息 本地经济不明朗 还有通胀带动息口上升 但估计全年楼价将会重拾升轨 有最多3%的升幅 成交量方面 该行就预料第二季住宅成交总数 将会高达14900宗 按季急增接近五成 但比去年同期仍然少三成多 不过全年去计成交量就始终受到疫情拖累 预计比去年全年将会下跌两成至两成半 我觉得就应该失业率和通关加上经济 GDP的改善才会将楼价再有动力再上多少少 其实就没人敢说是最低或最低潮 发展商近月积极卖楼 令到一手市场出现了抢客战 大德良行就认为 这个情况在下半年也会延续 预计下半年香港的住宅市况 将会继续由新盘 还有换楼客去主导 最近其实都留意到有不少的新盘推出了 但当然那个成交表现是未必是那个盘都做得这么好的 有些会是比较突出一些 有些可能会需要过时间长一些 我们觉得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就是那个楼盘本身的位置 要视乎回因为有一些新盘 他们可能在现在一刻去看的话 可能那个基建未是很充分 但因为可能位置是一些 所谓是比较strategic的location 将来包括都会区 或者是新加坡发展的时候 他们未来的前景 可能会比市区的这些楼盘 可能会是比较看高一线的 至于加息方面 大德良行就预测 就算香港有机会追随美国加息 参考过往的情况 如果加幅是在一里以下 对楼价的实际影响就不大 但我相信如果美国再加多 0.75至1厘 香港会有机会加上少少 但加上少少 对于现在公开楼的人士 会不会影响很大 可能每个月供多几百元左右 但暂时就不是影响很大 大德良行又说 就算疫情反复 甚至真的有第六波疫情出现 初步估计也不会令楼价大跌 只是会令到用家的光性需求暂时积压 令到住宅成交量延迟出现 无线电视赴广全报导 现在先休息一会儿 回来梅州有损盘 预算三千万以下 在佐敦一带找到什么质素的放盘呢 回来节目时间 九龙市中心 佐敦一带生活配套成熟 希望环境比较清幽 密度没那么高 附近有什么屋苑选择呢 好,我们一起去看看 佐敦位置九龙闹市 区内配套齐备 人流比较多 而在郭市道一带 都有屋苑以低密度发展 主打环境清幽 旁边就是九龙木球会 和九龙草地滚球会 是市区难得的高尚住宅区 郭市道也是一个很传统的豪宅区 住在这里 其实也有少许身份的象征 你看到很多政界、商界、一些名人 都曾经在这里住 其实这条街很短 都是五个住宅的屋苑 但是大部分的景观 都是望着木球会 那个景观是很好的 相对来说环境比较清幽 真是旺中大正 在五个屋苑当中 有三个都是由大业主持有 全部用作放租 而真正的买卖盘 就只是集中在家闻花园 和预景台 今集参观的三房 就是位于家闻花园 1997年落成 前身是政府宿舍 提供三座,一百九十伙 主打大开极 最小的两房都有近薄薄尺 至于三房单位 就全部都是一千尺或以上 家闻花园就位置于 传统的豪宅地段 就是国士岛 但是来这个地铁站 也是很方便的 去这个左顶地铁站 只需要三分钟的步骤 对面木球会 和草地滚球场 也都轮近拔萃旅校 而家闻花园本身的开绩 就会是属于一些大单位为主 主要是一些 一千尺以上的三房单位 存在只有21层楼高 平均每年放售或放租都不算多 目前市场只有五个单位放售 饭盘是一座A室 实用大约一千尺 虽然属于低层 但位处单边 加上附近的建筑物流层都不高 对单位的景观影响不大 单位有缘关 私隐度高 一边是超过250尺的客饭厅 相当宽敞 采用横厅设计 好处是有多点位置引入天然光 在南面和转角大窗 都可以外望开阳景观 大厅尽头是主人房 向东面积超过130尺 转角位置同样有大窗 可以望到木球会 业主订造了商人床和组合柜 还在窗台上铺了软墊 充分利用空间 陶瓷面积都不小 药膜50尺 切有淋浴间 方便日常打理 结局等都保养不错 大厅的另一边是小朋友房 向南望滚地球场一带的景观 开迹市场超过100尺 靠墙订造了到顶衣柜 收纳空间充裕 至于剩下的一间小房 就单独在玄关另一边 约膜70尺 现在用来做书房 订造了书桌和书柜 还有将收到的睡床 方便招呼朋友 这间房向西 虽然没有绿油油的草地景 但就望屋苑的泳池景 景观都算是开阳 而厨房就在单位正中 有U型工作台面 备餐空间充裕 煮食楼、洗衣机等都很新正 门后面还连接大约40尺的工人房 业主现时叫价2500万 折合尺价25000元 是近期放盘当中尺价最低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车位单独放售 叫价250万 以往加盟花园平均一年只得一宗成交 但最近受到疫情影响 可能有些租值也有些下降 变相多了一些业主会放盘 今年来都已经有三宗二手成交 最近的一宗成交 跟我们今天介绍的单位是同类型 属于高层单位 卖了2890万 但相对我们今天介绍的单位 业主放盘的心态是想卖为主 所以叫价2500万 还是比最近的成交价便宜 屋苑的三房单位全部向东 开阳景观赤价都会高一点 而部分两房就向西 景观就一般 和地址价都相差一成半至两成 投资者Lucy认为 参观的放盘属于屋苑 景观最优质的单位 业主叫价吸引 你看到它的大单位 景观多数向着木球 不会开阳一点 而小单位景观差点 或者望着另一边 所以其实景观和赤价 都有一个很直接的关系 你看过往的成交 可能小单位赤价是做到 22000至24000 而大单位就是可能 25000至28000 我们今天看的单位是中低层 但它的方向和景观 反而是最好的一边 完全看着木球会 所以相对来说 这个也是一个比较吸引的赤价 屋苑单位以置住为主 除了放售盘不多 租务都比较疏落 每年平均只有个位数的成交 不过赤租就可以达到45元以上 回报算是可观 始终以至于这区的效网 交通、环境 所以你看到租金回报 都可以做到2.5厘 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山房单位 租到5万元 就算疫情影响也不太大 所以其实放租来说 的回报也算不错 接下来我觉得经济好 多些人出来看楼 其实租金还有上调的空间 现在已经到40美的赤租 接下来我觉得到50元的赤租 也问题不大 如果上屋苑的规模大一点 有会所等设施供应 靠近尖沙咀一边都有三房选择 而且楼宁在同区也算是比较新 只有大约20年 所指的就是由中信泰富 火柏长实发展的 施楼港景峰 在2002年中入伙 提供三座近千个单位 户型方面都比较多元化 由一房至三房都有 面积介乎大约450至900多尺 牧远位于广东道和阿士顛道交界 交通方面是最大的优势 如果港景峰来说 交通位置非常方便 就是运近阿士顿的西铁站 旁边就是高铁站 最后的就是九龙站 另外也靠近中港城的码头 而所东地铁站也需要700分钟左右 就可以去到的了 很多时买家都会和九龙站对比 如果用同类型的单位 现在对比九龙站 港景峰是便宜了大概一成左右 如果最近的成交价 这些资格陪回是26000至28000一尺 参观二座一个三房放盘 面积885尺 虽然位处市中心 但楼层极高 景观是一大卖点 入屋是长型客饭厅 超过180尺 东南面是落地玻璃窗帘扛门 可以通向露台 走出去除了可以远望 维港海景和半山 近望还有九龙公园 视野完全没有遮挡 非常开扬 饭厅连接厨房大约60尺 有齐牢具、冰箱等家电 虽然间隔不算施政 但都有足够的工作台面给餐 还附设大约30尺的储物室 方便收纳日常雜物 三间房分布在走廊两边 主人套房和其中一间小房 坐县和大厅差不多 同样享有海景和九龙公园景 不过为了保证景观 两间房的开积都不似正 幸好面积都不算小 分别有大约180尺和70尺 可以彙保家私摆位的问题 另一间小房也有大约60尺 向西北,市镇实用 景观主要望大角角一带的柳景 和岸旋洲码头景 至于洗手间就在小房旁边 空间都不小 大约40尺 够位放浴缸 而且窗外不是天井 通风和彩光都比较好 港景峰的三房主要是东南 去到西南 如果低层的单位 都可以看到整个九龙公园景 甚至高层的单位 除了九龙公园景 也都望着整个维港的景观 今天这个单位 正正是港景峰一个比较美的单位 优质的单位 位置高层 面向东南方 同时望到九龙公园景 也望到维港的海景 业主在2009年买入单位 虽然资金已经有十几年 但整体保养新正 新买价可以省下不少装修费 现时放盘叫价2680万 赤价大约30万 比屋苑平均高出大约两成 不过仍然低于银行股价半成 投资者Lucy说 近期的成交多数以低层单位为主 会拉低屋苑的买卖赤价 所以放盘的叫价都是属于市价范围 加上拥有地理优势 可以吸引较多买家 方便的交通网络 令到其实它的客源都挺幅 除了本地 其实都可以吸引到一帮大陆的客人 或者可能一些生意是和大陆有关 经常都要进出大陆的一些香港人 对比在附近的九龙站 相当于九龙站 我认为大陆的客人 占大多数 本地少一点 这边加上少少民生区 其实本地的客源都有 所以你看看赤价 九龙站真的到两万美三万 但在这边大约两万头到两万钟 其实都可以买到 牧远除了交通便利 未来也有不少规划 为这一区带来新面貌 当中由佐敦道和家事居道 至海边一带的范围 即是九龙半岛南端 大约190公顷的土地 早年已经被政府重新规划 将会陆续有新物业落成 而在参观屋苑以北的杜船街 市建局都在年初建议 透过转移地积笔、黑兵地皮等方式 将现有的旧楼清拆 意味着未来区内的住宅数目 将会大增 不过Lucy就认为 对参观屋苑影响有限 由河士甸道一直到中港城那边 其实全部这些地段 就算是重建 都是商业的用途 如果你想建住宅的话 其实是有保地价的 其实那个成本都挺高的 所以我预见 即使这里建楼 住宅相对来说 就真的未必会有那么多新楼 如果在另一边 即是百民楼那边 现在还在讨论中 有一个很确定的结论 究竟是怎么做 但就算来那边建 都在区内比较难得一块 比较大的地 价钱相对来说也会高 所以这个很远 其实区里来说 都是柳林比较新的住宅 都是有一定竞争的优势 今集先看到这里 亚加路街是九龙一条主要道路 除了商业楼宇 沿途都有不少住宅物业 虽然大部分楼宁比较高 但就胜在开迹实用 而且效望吸引 附近有什么榫盘选择呢 租金回报又是怎样 记得继续紧贴 每周有榫盘 观众如果遇到家居然难 希望找尊人验楼 甚至想委托我们找铺的话 都欢迎电邮给我们 今晚节目时间就差不多了 拜拜 拜拜